大家好,我是小船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每一个热点事件都像是海面上月起的浪花 而全红蝉,无疑是近期最为耀眼的一朵 自巴黎奥运会上一跳成名以来 它的名字几乎成了现象级的代名词 即便赛事尘埃落定 它的热度依旧不减 频繁登上热搜 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但今天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和大家聊聊 这位年轻跳水冠军背后的故事 以及我对她近期直播争议的几点看法 小船认为全红蝉的超高热度 既是她努力与天赋的见证 也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 她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少女 为她的未来铺就了更广阔的道路 另一方面 过度的关注与曝光 也让一个本应在训练场上默默耕耘的孩子 过早地卷入了公众视野的漩涡 这种压力 对于任何一位运动员 尤其是尚处于成长阶段的青少年来说 都是巨大的挑战 最近 全红蝉在一次赞助品牌的直播中 应对食物的浓厚兴趣 及直播中的随意态度 引发了广泛讨论 小船认为 这一事件并非简单的犯错 而是真实个性与公众期待之间的一次碰撞 全红蝉的直率与纯真 在镜头前不加掩饰地展现出来 这本身是他性格的魅力所在 然而 作为公众人物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无限放大 这要求他在享受光环的同时 也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文章提到 全红蝉目前心智尚不成熟 与队友陈玉希相比 在社交场合显得不够沉稳 小船认为 这背后反映的是运动员成长环境的复杂性 全红蝉自幼便投入到紧张的跳水训练中 他的生活轨迹相对单一 缺乏与社会广泛接触的机会 因此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公众关注时 他可能还未完全适应这种角色转换 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成长 作为全红蝉的上级和管理者 周济红教练在此次事件中 也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小船认为 周教练在安排商业活动时 确实需要更加周全地考虑 运动员的实际情况与需求 商业活动 虽能为运动员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 和曝光度 但过度的参与可能会分散训练精力 甚至影响比赛状态 更重要的是 对于年轻运动员的公众形象塑造 需要有一个明确而细致的指导策略 以确保他们在镜头前 能够展现出积极正面的形象 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 全红蝉的故事 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体育竞技的传奇 更是一个关于成长 责任与自我超越的启示录 小船希望 通过这次直播争议事件 我们能够给予全红蝉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让他在成长的道路上少些波折 多些平稳 同时也期待他在未来的比赛中 能够继续以出色的表现 为中国跳水队赢得更多的荣誉与辉煌 看完这场比赛 你就会知道 全红蝉的心理素质究竟有多么的强 就当全红蝉凭借着 最为今天逆转的407C动作 直接就得到了全部满分的成绩 可却跳完之后看不到 他脸上的一点的快乐之情 好像是这一跳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样 这样强大的心理素质 不得不让那些对手心中产生畏惧 况且就连他的队友陈玉希健壮 都是不由的倒吸一口冷气 而这就是2023年杭州亚运混 女子施米台的决赛现场 在这场比赛的赛场上 可以说只要是全红蝉和陈玉希站在赛场上 别的国家队员拿冠军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只要是他们一起参加的比赛 两人必将全神贯注 并且全力赴 首轮比赛开始 率先出场的就是韩国队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是2.8的405B 令人没想到的是 韩国队选手的基本功这么稳 看来为了这场比赛 也是做足了准备 裁判最后给出了54.6分 接着就是日本队出场 他选择的是同样是405B 看来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激烈 还有日本队的这一跳的毛病 好像是挑不出来 裁判最后给出了63分 随后就是陈玉希 陈玉希的出场 选择了难度系数3.0的107B 陈玉希的这一跳 好像给日韩选手上了一课 但又好像最后给他们留了点情理 裁判最后给出了79.5分 最后就是全红禅 也是同样选择了107B 全红禅不愧是跳水界的高手 他的这一跳直接就是惊艳了所有人 裁判最后给出了85.5分 随后比赛来到了第二轮 韩国选手的第二条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是2.9的205B 看来韩国选手在全红禅的压力下 最后在入水时炸了鱼 裁判最后只能给出了47.85分 接着就是日本队的第二条 为了能够击败中国队 他的教练在场下还不忘为他施加魔法 那么这位日本选手 能够将教练的意思完全消化掉吗 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 在全红禅强大的气场笼罩之下 没有任何一位对手可以逃之夭夭 这一跳得到了57分 随后就是陈玉希的第二条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是3.2的407C 与上一跳的表现如出一辙 陈玉希的发挥只能算重归重据 裁判给出了80分 最后出场的就是全红禅 同样选择了407C 哇漂亮 全红禅的这一跳真的太厉害了 这一跳全红禅已经是完全钻入水面了 就连痕迹都没有留一丝 而且就连七位裁判 都给出了满分的成绩 随后比赛来到了第三局 韩国选手的第三条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是2.8的305C 看来韩国队把这第三条的难度降低了 最后还是在全红禅的气势下 也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 裁判最后给出了46.2分 接着就是日本队的第三条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是2.9的205B 日本队的这一跳挺不错的 最后裁判给出了60.9分 随后就是陈玉希的第三条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是3.3的626C 陈玉希能不能调整好最佳状态 漂亮 这就是陈玉希的真正实力 直接就是三位裁判给出了满分 最后得分95.7分 最后就是全红禅的第三条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是3.2的6243D 看到这里 国外选手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全红禅下场后 总是一脸严肃 他真的是一台冷显的跳水机器吗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接着就是第四轮的转折点 韩国选手的第四条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是3.0的107B 韩国队的这一跳 也是很显然出了已经放强 就连争取铜牌的毅力都没有了 裁判最后给出了52.5分 接着就是日本队的第四条 选择了难度系数是2.8的305C 看来这一次的日本队争夺铜牌 多多少少也是有点悬啊 裁判最后给出了50.4分 随后就是陈玉希的第四条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3.3的207C 哦 漂亮 在全红禅释放的压力之下 不甘示弱的陈玉希欲占欲勇 这就是两人之间的良性竞争 他们既是亲密无间的好队友 又是相互成就与竞争的对手 陈玉希得到了94 05分 全红禅在面对陈玉希的爆发 在这一跳的207C 有着什么样的发挥呢 全红禅的这一跳的变现还不错 面对国外选手已经足够了 但是面对陈玉希还是略选一筹 最后裁判给出了75.9分 接下来的最后一跳 全红禅就必须要竭尽全力 而且还要看陈玉希给不给机会 最后比赛来到了决胜局 还是韩国队上场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是3.2的5253B 看来韩国队已经没有了心态 不管再怎么跳 也是无法再回到状态了 裁判给出了57.6分 接着就是日本队 同样选择了5253B 日本队客真是不争气啊 手到前来的铜牌 就这样送了出去 随后就是陈玉希 他同样选择了5253B 漂亮 陈玉希稳住了心态 但这一跳的发挥算不上一天 在分数上还是给全红禅 留下了反超的机会 最后就是全红禅的最后一跳 此刻让我们一起屏住呼吸 见证这个跳水史上的伟大时刻 全场观众都沸腾了 他的教练陈若林 已经提前感受到了冠军的气息 但又不敢完全确定 这种交集的心态 是何等的煎熬 当分数出来的一瞬间 全红禅内心的激动之情 终于可以完全释放出来 这一刻他已经不再是一台跳水机器 而是做回了那个乐观 而又喜欢搞怪的湛江姑娘 这就是全红禅的恐怖之处 比赛是冷静到令对手不寒而立 生活中却活泼到人见人爱 好了 这场比赛也是结束 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请在评论区留言交流